完美世界第171集,十号轻易追杀仙殿传人,打神石开路,龙血阻恶登场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,十号与仙殿传人地冲的恩怨极深。 在下界,地冲派黄宇追杀十号,十号因此遭到绿统诅咒,险些丧命。 即便到了上界,地冲仍不断找茬,令得十号麻烦不断。 现在到了仙谷秘境,他更是发布悬赏令追捕十号。 这彻底激怒了十号,是时候展开反击了,十号和轻易在清越界桃源会合,利用计谋除掉仙殿敌人后,他豪气地让酒楼给自己做了金翅大棚美食。 随后,两人一起出发,目标直指地冲的闭关之地,是要追杀这位仙殿传人。 他们接近一处秘境,距离找到地冲已经不远了。 其实十号和轻易并不知道地冲闭关之地,幸有打神石引路,寻到一处神秘祭坛,周围布满了强大的阵法。 此祭坛虽然不是地冲闭关之处,却与其相连。 打神石大展神通破解阵法,并成功推算出地冲的所在位置。 除了祭坛的阵法难缠,十号和轻易还遇到了先殿的第三战将挡路。 这个高手其实也不想为地冲卖命,但他中了绿铜咒,只能乖乖帮地冲做事才能活命。 为此,他挡住十号和轻易的路,双方直接打了起来。 不过第三战将根本不是十号的对手,十号祭出唯一的洞天,就成功将第三战将困住。 紧接着一招齐发,直接击杀了第三战将,看着第三战将倒下去,或许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。 随后,他们通过祭坛上的传送通道,来到了另外一处神秘空间,周围到处都是红色的山巒,感觉很凄凉。 其实,这里就是先殿传人闭关之所,只是十号轻易想要准确找到地冲,仍需要一定的难度,因为先殿第一战将还在等着十号轻易。 十号和轻易面对茫茫大地,十号用五道天眼寻找地冲。 突然,先殿第一战将龙血阻恶的孩子出现。 但这小家伙实力不强,十号轻松斩杀了他。 接下来,就是大战地冲的高燃剧情了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